俄乌冲突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动作频频 除了在欧洲东部部署大量兵力 还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24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并与泽连斯基毁灭 美方承诺提供7亿多美元的 直接和间接军事援助 包括约3亿美元用于购买必要的武器 布林肯还告诉泽连斯基 美国外交人员本周将逐步返回乌克兰 另据法新社的报道 美方在布林肯和奥斯汀 离开乌克兰领土后 才证实了此次访问 美国持续拱火的举动还不止于此 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 至少有6架美国大型运输机 24号降落在距离乌克兰边境 约90公里的波兰城市热舒夫 其中包括两架美国空军C17A军用运输机 和多架由五角大楼租用的 波音747运输机 美军在波兰热舒夫 设有军用机场和军事基地 俄乌冲突发生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 不断通过波兰 经由陆路向乌克兰运输武器装备 据俄罗斯塔斯社25号报道称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表示 俄方已向美方发出召会 要求美方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此前俄罗斯外交部曾向包括美国在内的 所有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国家发出召会 警告称如果他们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可能引发无法预计的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